AM730名的觀眾 你們好 我是Ford 劉淳淮 我是譚 譚淳淳 我運代表隊嘛 只有你的血汗才值得人的掌聲和尊敬 那我呢? 是我放棄兇手道 是兇手道放棄我 莊惠是一個很堅持自己 你要說他是外冷內容很公傲的一個人 只要自己認住目標是這樣 他就會無視身邊所有的人和事 不理會堅持做了先 向前衝的一個人 我的存在主要是因為這位小姐 在她迷失的時候 幫助一把陪伴了她一段時間的一個人 我可以這麼說嗎? 可以這麼說 我怕你不喜歡我表出 迷失之後遇上的人 主要單方面 我今天已經聽了很多次 不停地將單臉打到地獄 都是單方面的 我也感受到的 是 有一刻的 少許 沒有 很驚訝 可能有啦 我不知道 沒有劇圖了 沒有啦 大家自己判斷 就是因為莊惠一直不停下跌的時候 陪伴她的人就是最好 可能我們有勾叫 有她給我畫 或者是 這次可能會發我的戲 都有 那個關係就是 不斷經歷很多事情 就建立回來 所以 今集是有些互動是順道沒有的 都不是 真的 你說得很曖昧 互動這個字 互動 對 用互動看 其實這次是第一次和K起初 還要是完全以另外一個身份 上一次是師兄弟 這次就 因為這個人又多了我一份另外的關係 那個壓力反而不是來自 就是 關志豪和她的 我想是 就是打天械 本身那個 那個 setting point 其中一個就是大家打得很厲害 反而那個對我來說 有一點點壓力 當我知道我原來要打MMA 那都很大壓力 就是因為知道其實那個技巧完全不同 對我來說 上次的難度可能是擺了在 瘦身 令到有知識 對boxing 這一點 而這個就是我發覺 boxing 的知識是完全沒有幫助的 但是因為我之前那一套拿了一些經驗 在拍攝上動作上的東西 那都幫了很多手 對 和AK 的默契 就是這件事真的無價 就是我終於明白就是沒有打那個精神 有時候真的沒有說大家聰明就做到 有時候默契信任都很厲害 一開始是害怕的 我害怕 大家覺得我 大家覺得我本身就是莊惠 但是我其實本身真的不是莊惠 之前去到最尾的時候就覺得 就是莊惠已經有可以重拾自己 但是看著她的金劑又跌下來 其實是有一些心痛的 就是莊惠 就是你以為自己攀過了一件事 攀過了一個山 但是 接下來的山只會又上又落 不斷又跌 但是 去到最尾我是很 好 很為莊惠 好像不想撿一樣 去到最尾我是很為他嬌惠 因為他堅持到他堅持的東西 他沒有放棄的心是 是感動到我 在我接觸他的時候 我自己也有去 看第一季的東西 或者去聽第一季的歌 那些全部都很附上我 拿出來 我對他有我的有幸運 其實真的是 可惜 因為 我很喜歡他的感性格 但是 但是 你問我有沒有某部分 覺得他很煩呢 我有的 我能說嗎 不是 他是一個太專注的人 就是一個突出的人 一定會有他 即是相表人的位 那 就是這些我都提到 不可以無事 但是我也不能 不可以蓋過我對他的愛 對 他是莊惠錄印在我身上的 一個錄印 這個莊惠就更加脫不了 在我身上 我就會覺得 他真的深深深的刻在我身 這一刻就是 不是理想 我比較擔心的就是會拖累大家的進度 因為其實我 雙方那一場 我拍了一個月多 其實我有很多事情都沒有拍 基本上那一場是我第一場打 大架 那我也知道 那我也知道 好起來 不是短時間 不是一兩個月 你就可以再打 動的事 那 所以 我一直都很擔心 但他們就會不斷地安撫我和我 跟我說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他們說 那個醫館我們先拍一些不需要你的東西 那 我很想去 但他們堅持 叫我不要去 休息 那 我一定會預訂這本給你 一定會給你再拍一個大架 那 你都盡量想保持劇本 原本這樣 所以 去到 八、九個月左右 他們真的預訂這本 找幾個日本演員來跟我打 那 我就覺得 其實整件事都很障礙 是啊 是啊 我記得我在那一刻 我在酒店跟他們說 為什麼不讓我去 為什麼不讓我去 為什麼不讓我去現場看 然後 製片跟我說 就是莊惠 莊惠也有一場 就是為什麼不讓我打 我還記得 有一次 河里公司 那時候弄傷了 你也要來 也要來 是啊 就是莊惠 我叫阿譚 叫做莊惠 但是見到你這樣 大家都會心疼 是的 我也沒有 我們感受 不開心的情緒一定有的 但是 但是 都 會有我做 沒有辦法的感覺 但是我會覺得 我會感謝那兩個兩個月的休息時間 因為我之前 其實我 其實我 其實我沒有什麼休息 不斷在那裡沖 不斷在那裡沖 還有我自己家裡也有些狀況 其實我 我覺得為什麼會受傷 我自己也要負上外部份的暫停 因為我自己的狀態不是特別好 因為那一陣子我家裡人走了 嗯 所以 因為就是開拍前 剛剛走了 所以 那一陣子 整個狀態都不是這樣 所以我很累 所以 很幸運 因為有這兩個月 我之後拍《Football》 或者拍另一部戲的時候 我覺得 我就 比較容易抓到 某些東西 我都 我自己看的時候 我就看得出 哪一段時間 就是我上半部分打天下拍 還有下半部分打天下拍 我自己看就看得出分別的 就是 你的人沉不沉變了 你自己弄了之後再去做 所以演員真的要有時間 讓自己 休息 充電 就好很多 其實他某程度有些 有點像Darwin 就是 他看上去好像 笑 經常笑 但其實他是一個很認真的人 我記得我好像第一天在醫院對戲 他有一些可能情緒戲 他都會 就是 看到他跟導演 會想要求 怎樣怎樣 然後他都跟我說 哇 想這樣會不會好一點 那所以 我 我之前一個對他人像 都是比較偏主持的 所以 跟他合作的時候 就覺得 其實他真的 他都很想認真做演員 這件事我覺得都是很幸運 我深信 真的在各項努力的人 是很多 而 又沒有一個所謂的 就是 代表 一些角色 就好看運 而我覺得自己很幸運 就是 遇到之前 余天罩 又或者 周Sir 兩套劇都有一些亮點 或者 一套劇本身都很好的製成品 希望大天下二 可能 大家都會做到這個效果 那 沒有 每一次演員都是想 有這個感覺 就是一個peace出來 是好的 就是 你問我 最想都是做到演員 就是 努力成為演員 就是 我覺得 演員 很神聖 這個工作上 就是 很難說突然間 自己 我是一個演員 我明白了 所以 我的IG profile 都是寫我努力成為一個演員 我本來擊敗你 或者罵醒了你 很紅色 很紅色 就是 我跟我的朋友 柯惠琳 他都成人 他已經安慰我 他不像我經常犯你 對 他安慰我 安慰到 放棄的狀態 之後就會變成 傳我 經常性地找些東西 打我 所以 他說 既然受怨不行 就受不了眼 所以 他就找其他方法去指引我 令到那個人的戰鬥心 嘩 即是 激將法 激將法 最近我找著 German 上拍 昨天才上的 他最近提了一句金句 就是 他經常跟我說 而他都忘記了 就是 It's not about you 他是跟我說 他說 表演不關你的事 不要擺到 太多東西在自己當中 我都有跟他說 有時候都很大力 他說 It's not about you 我覺得 好像又幫了我 一些 輸壞的感覺 就是因為我覺得 做表演 或者做 司儀 任何Performance 都是承擔著 一個 無言的壓力 就是 你又會擔心 很多不同的事情 但是其實那些擔心 你又不是很好 其實是 對那個表演 是沒有樣份的 一天未死 一天都未完 是啊 真的很坦白 你以為想集去到高峰 去到打奧運 你無法減到你的心願 那怎麼辦 一關個人都要過一關 結果 一百萬個浪蓋起來 那怎麼辦 很多事情都很不好 那怎麼辦 你捱下去 你不放棄 可能就是另一個世界 我本人的堅持是爆發力 堅持 我不是持久力的 我是爆炸性的 斷 一斷 一斷 前面是石牆 我坐上去 那一刻可以 爆發力 但是你 爆發力 馬蟲泡毛 馬蟲泡毛 我是短泡爆炸力 OK 希望觀眾看到 我們真的 很有血有肉地 將所有動作 都盡力 驗你大家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